臺中七 第八季 臺中文學獎頒獎典禮 這個獎項是從胡志強市長開始創設 經過林佳龍市長 一直到我已經經過三個市長 一共八屆 我們越來越重視他 尤其新的市政團隊 我們一定成千起後 讓我們對於臺中市的文學推廣 臺中市的文學獎項會更加的重視 我最後用一句話來形容 文學可以看出一個城市 一個國家 一個體力 它的高度 寬度 跟深度 所以今天再次恭喜所有的好朋友們 恭喜所有得主 也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